25万美元 好多人说了 我在国内把房卖了 你卖哪儿的房 你老家的房值这个钱吗 对吧 你别说你老家的房 现在天津的学区房 都不值25万美元了 知道吗 你北京的学区房 你买一个厕所那种类型 你能不能卖出25万美元 对不对 你买俩厕所差不多了 对不对 你手里有俩北京的厕所 还得学区的厕所 对吧 你钱全扔进去了 你卖俩厕所 卖北京俩厕所 你把钱全扔进去了 你到那儿 一找不着工作 二得吃老板 然后你还回不去了 这是最主要的 你回了锅了 你没法找工作了 你没有工作权 你知道吗 你真成外宾了 你顶着这么一张脸回去 你顶着这么一个口条回去 他能不能把你当外宾了 对吧 昨天啊 有个还在国内的朋友 给我打电话 他说呢 有个中介 给他推了一个项目 是一个护照的项目 然后告诉我呢 这个好 这个一步到位了 我说什么护照的项目呀 因为我这儿呢 全家人出来 我也看了好多项目了 我不知道哪个护照的项目 一步到位的 他还能办呢 我想了半天 我说没有一个适合他的呀 后来呢 我问他 他说 啊 圣基茨 我一看呢 我就问了他两句话 我说 圣基茨你要去住吗 第二个呢 你还回国吗 然后 他就愣了 他说 这和这两个问题有什么关系啊 所以呢 我今天呢 我就想把这事 讲一讲给大家 好多啊 这个中介一说呢 就是啊 圣基茨的护照好 呃 这个护照的认可度高 呃 被调宽松 成本低 什么有官方的加速通道 然后这个 免签国156个 这是搞笑 这是 怎么说搞笑呢 首先呢 他说的这些个优势啊 你看第一个 咱们说这个 护照认可度高 你再看 被调宽松 有官方加速通道 这两条和这个 护照认可度高啊 他就是一个相背的事情 你要知道 只要被调宽松了 护照认可度就会下来 被调越严格 护照认可度会越高 这是一个这个 相反的这么个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近两年啊 这个加勒比海的这些个 岛国的护照啊 就在欧盟入境的时候 特别容易被海关 challenge 就是这样的原因 因为呢 普遍的会出现说这个 加勒比海的这几个护照呢 它的这个 呃 被调的情况 特别特别松 成本地一会儿咱们再说 另外一个免签国事 咱们也一会儿再说 我呢 把这个和圣基茨 我就是以圣基茨为例啊 因为他提到圣基茨嘛 而且呢 圣基茨其实呢 说实话 是在这个几个加勒比海岛国的 这个护照项目里呢 是时间最长的 相对就是 大家认可度相对高一些的 那咱们看一下啊 以这个圣基茨为例 我呢 拿现在我所在这个 马尔他和北京的长区 这三个呢 面积差不多的地区 然后去做一个对比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以面积来说的话 圣基茨是261平方公里 马尔他的话是316 北京长区相对大一点 是470 虽然啊 长区是一个区 马尔他圣基茨都是国家 但是实际上 长区的一个区 比那俩国家还大了啊 然后下来说人口 圣基茨有多少人呢 那就非常少了 5.3万人 马尔他呢 是41.7万人 北京长区就很多了 344万 那这样的人口下 GDP有什么区别呢 圣基茨 16.09亿美元 马尔他的话是151亿 3000万 北京长区的话呢 是1152亿 1500万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GDP 不是人均的GDP啊 然后呢 很多人就说了 哎 看一下人均GDP吧 看一下啊 圣基茨 3万美元出头 马尔他的话呢 也差不多 3万多 不到4万 北京长区的话呢 也是3万多 不到4万 差一点点4万 那说了 哎呀 人均GDP的话 差不多呀 没有差异呀 都是3万多呀 但是你要知道一个问题啊 这个 你 去了 能不能找件工作 如果你不能找件工作的话 那这个人均GDP 对你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你看长区的这个人均GDP 和这种欧洲的中等发达国家 其实差不太多 但是 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把长阳区 和这个马尔他和圣基茨 这俩国家比 能够比 因为你在长区 是你能在那工作的 你即便说啊 你不是北京人 你是这个 可能是这个 比如说青海来的 远吧 远 但是你青海来也能工作 对吧 你是福建来的 远吧 也能工作 你是黑龙江 黑河都到最边上了 你到了北京 也能工作 对吧 没有说不让你工作吧 所以说你在北京 是能找一下工作的 即便你去送外卖 对吧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你是能找件工作的 那你说三万多的 三万多美元的 这个人均GDP的话 对你来说有意义吗 有意义 当然你说你扯后腿了 另说 你说马尔他也好 圣基茨也好 那人均GDP对你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 你但凡说人均GDP 一定是你在那工作了 你没在那工作 你一分钱不照 那他跟你就没关系了 那什么有意义 总量有意义 你看到的总量越大的地区 这个地区 他拥有的工作的岗位就越多 我不知道大家理解我说的意思了 也就是说 人均GDP体现了你每一个人在这个地区 或者这个城市 或者这个国家 他生活的好坏 但是总量意味着你在这个国家 在地区能不能找一下工作 就是找一下工作 可能性是更大还是更小 大家理解我说的意思 虽然说你在长城区 可能竞争压力会比较高 但是他的岗位确实是更多的 你可选择的面会更多的 同样反过来 马尔他一定比圣基茨的 可选择面会更多 那咱们翻回头来说 我之前视频也说了 绝大多数人在马尔他 其实是很难找到工作的 因为马尔他太小了 对吧 所以这就导致了 你觉得一个16.09亿美元的GDP的 一个圣基茨 你能找到工作吗 你就在这种情况下 你到那个国家 你能有办法生活吗 对吧 咱再下来 咱再看 你看货币 圣基茨用的什么货币 东加勒比元 马尔他用欧元 可是 你看他投资移民的项目里 圣基茨用的什么元 用的是美元 当然马尔他肯定用欧元了 你到西班牙也用欧元 你到希腊也用的欧元 他都是用的什么 你投资项目就是什么 圣基茨不是 他自己用的东加勒比元 投资项目不是东加勒比元 而是美元 是不是有一点奇怪的味道了 语言不说 语言都是英语吧 因为都是原来英国殖民地 缅钱国 这是中介主推 圣基茨或者加勒比护照的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他缅钱国多 缅钱国多 你看156个国家 包括了什么呢 包括了欧盟申根的90天 欧盟加申根 然后包括了英国的6个月 这块是因为他之前和英国一些个殖民关系的作用 你乍一看156个国家比马尔哈的护照项目147要多很多了 但是他含金量很低啊 他真正有含金量的国家 其实就是欧盟申根新加坡 对吧 我记得有没有韩国 好像有韩国 对吧 就是这样的 你剩下都是什么国家呢 对吧 然后 特殊几个 美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 日本 这是不免签的 当然你说去了这个就是你说这个马尔他的护照呢 美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也不免签 但是呢 他有一个这个ETA的那个就是类似快速签证的这种东西 申请起来呢 材料非常简单 然后迅速就就能通过 有一个最重要的 大家能看到我的表格的话 你看啊 他的免签国里是不包含中国的 就带来一个大问题 你将来拿着他的护照 你回国的话 需要申请签证 那就是我开头那个问题 你还回国吗 对吧 你不回国 你在圣基茨能生活吗 你又没法生活 那你去哪呢 你就永远活在旅途当中了吗 对吧 再下来你看 既然你回不了国了 那就看看尝试咱俩生活 咱说工作权的问题 刚才说了 你只在这个圣基茨的话 你很难找到工作 那是不是还有更多的国家呢 是 没错 但是 在哪个国家有工作权呢 东加勒比组织的六个国家 就和圣基茨同类的 甚至这六个国家呢 还不如圣基茨了 对吧 你再往下呢 拥有这个加勒比海 认证的那个叫什么职业证书啊 以后呢 在六个南美国家可以工作 这六个是什么国家呢 说名字你都不知道 就是那种完全不知名的六个小国家 唯一一个有名的 亚美加 对吧 亚美加什么有名啊 是说在那儿生活条件好吗 不是吧 所以呢 你下来你看 你的工作权 就是这么小的一个范围 那你拿这护照有什么用呢 对吧 那有人肯定会说了 啊 我可以双国级 中国承认双国级吗 对吧 你要有一个这个承认双国级的国家 国级还办这个破护照干嘛呀 对吧 那你就是你拿着中国护照 你为了出去方便吗 对吧 你去欧盟方便吗 就这么一个目的吗 当然有一些个那个富豪 他有资产配置的这个需求 对吧 人家那是真的拿着一个那个 比如欧盟的护照 然后呢 再去办这么一个 他做资产配置 那你拿着中国护照 中国护照 中国不承认双国级 你只要在中国海关 出示了这本护照 那你下回 你的中国护照就 没法用了 那现在有人说了 我可以有各种各样手段 你怎么手段 你去南美中转一下 再回国 然后你去南美中转一下 再去欧盟 你搞笑吗 你成本在哪了 你有那个成本 你办签证不好吗 对不对 你知道 你知道 你维持一个双国级的情况下 你这个成本得有多高吗 你中转一下南美 你到欧盟 你这一趟 单程 你机票得多少钱 这不是搞笑吗 然后咱再说 这项目便宜的问题 以一家三口为例 圣基茨要求的捐款 是25万美元 或者购买40万的房产 25万美元的捐款 它不是整个项目25万美元 你大家懂我说的意思吗 它是你得扔25万美元 而且买那房产 40万房产 你知道 马尔他的房产 你到时候你出手都费劲 你圣基茨的房产 搞笑吗 这是 你和租房的 马尔他永居卡一比 这差距就有点大了 25万美元 好多人说了 我在国内把房卖了 你卖哪的房 你老家的房 值这个钱吗 对吧 你别说你老家的房 现在天津的学区房 都不值25万美元了 知道吗 你北京的学区房 你买一个厕所那种类型 你能不能卖出25万美元 对不对 你买俩厕所差不多了 对不对 你手里有俩北京的厕所 还得学区的厕所 对吧 是不是 这不搞笑吗 所以我就这个 我跟我那朋友一说 原来是这样 对吧 所以 我今天特意做一期 就为了跟大家说一句 好多朋友 从国内还没出来 你第一 你一定要问清楚 我做好几个视频 都说了这话 一定要问清楚 你出来要干什么 你是出来生活 还是 我就出来算 我只要出来 就行 去哪无所谓 那你是干嘛的 我现在 我就不由 怀疑 你是不是在国内 犯事了 对吧 所以 大家 这个项目 是给什么人用的 他可能 他是 中国的 护照 或者 他是欧盟的 护照 现在 他拿着 这个护照 他又买 第二个护照 干嘛用 配置资产用 就是把钱 放到那了 为什么 好多人 好多移民中介 在讲 圣基茨的 护照的时候 他还说一句话 圣基茨和中国 没建交 你真以为 你是犯了事 出去逃难去 那是好多人 由于 中国和 这个圣基茨 没有建交 所以呢 他把钱 弄出去了 弄出去以后呢 他避税 是这么一个目的 也是不合规的 这么一个事情 你理解 我说的意思吗 办这个的 你普通人拉倒吧 你钱全扔进去了 你卖俩厕所 卖北京俩厕所 你把钱全扔进去了 你到那 一找不着工作 二得吃老本 然后你还回不去了 这是最主要的 你回了国了 你没法找工作了 你没有工作权 知道吗 你真成外宾了 你顶着这么一张脸回去 你顶着这么一个口条回去 他能不能把你当外宾了 对吧 别傻不错 好不好 问清楚自己 你真的是要出去生活的情况下 这种项目不适合你 宗旨就是我说的那一句话 你为什么要出来 感谢大家观看 希望大家通过我的视频 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帮助 这样我觉得我视频就做的非常有意义 另外还麻烦大家 给我视频点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你的支持 是我做下去的动力 好吧 谢谢大家 别忘了点赞留言 谢谢